接着我们来关心基隆东岸广场 他的争议不断 但现在合约也被议员给曝光出来了 就发现光是在变动权利金 以及投资金额 换算下来就跟基隆市长谢国良说的 合计破2000万 以及投资3.08亿是有段落差 另外就连点交的时间点上面 合约上也是只有模糊的交代 是在农历年前附近 这也让议员就质疑了 为什么没有明确的写出来 很多金额都跟谢国良开记者会的时候 长得不一样 而针对这些质疑 基隆市政府在截稿前没有做出回应 但是明天谢国良将会出席议会临时会 解释清楚 直接预估在12亿的营业额的基础上 就会有2200万元 12天前基隆市长谢国良才亲自上 火线解释租金权利金问题 多次强调维峰缴回金额不输Net 但随着议员曝光动案商场合约内容 发现怎么跟基隆市府说的金额并不完全相同 维峰的厂商 他愿意出资3.08亿元 这些在投标的文件上面都有据实的载明 维峰集团的3.08亿在合约书上却指明定出2.5亿 另外记者会上说的变动权利金2200万 也是要在维峰每年营收达12亿的基础上才收得到 但从维峰在合约书上预估年营收才6.4亿 相差将近一倍 这问题更指出维峰这20年土地租金跟固定和变动权利金 预估缴回7.5亿给市府 而Net在过去8年就缴了4.4亿给基隆市府 这里面到底是哪一份契约是比较保障基隆市政府 保障的基隆市政府 当然就保障的基隆市民 谢市长你真的还认为你给维峰的条件比较好吗 就连合约点交时间也只模糊的写出农历年前 为何不标出2月1号 而当天基隆市就强制点交 没有标上确切日期 对此结稿前市府也尚未回应 3月4号基隆市议会临时会 市长谢果良也隐莫到场 将细节一一厘清 华世新闻周围前刘俊南张全基隆报导 哈喽我是易景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